今天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米家智能凌冷水蓝气热水器18升SR 我们可以看到还是一贯米家的设计风格简约的白色 然后呢也是一个奥极人效的蓝气热水器 整体外观就是亚光面的喷漆 然后外面是铁的 可以用磁铁吸上去 整体外观还是比较简洁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工作噪声如何 我们可以看到大概距离热水器一米的样子 此刻的噪声应该能稳定在 五十六以上 不超过六十的样子 基本上稳定在一个五十六到五十七的范围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排气管的温度 我们能看到温度很低 基本上用测温枪反正是测不出来 非常高的温度 我们来打开热水龙头 再试一下此刻的温度 我们再看看鸡针的温度 没有温度异常 下面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你家里面的一些相关 智能网联方面的设置 首先呢 它是有五种温控模式可以选择 也可以手动去选择这个目标温度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这个预热模式 分为单次跟持续两种 也就是凝人水的功能 还有一个历史的用气量跟用水量 可以看到 你就不确定这个精度如何 但是目前来看精度一般 然后它也是支持这个智能场景 设置的 我们在设置里面可以看到 它还有一个增压的选项 可以去自定义增压 或者说开启AI增压 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洗浴保温压这些 包括我们的吸评时间 水控预热等等 进行�热 水控至低 oter 格